今天这个课程也是很棒 那我们今天上的是office的这个日常的工作使用的一个应用 那之前有请大家做问卷 就是让大家就了解一下大家平常就是比较常使用到的office逻辑是什么 然后呢比较觉得比较会让各位觉得有比较头痛的是可能是哪个部分 还有大家希望来这课程学到的是哪一些 那我们我也将各位回复的这些意见都交给老师了 所以老师有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这两天的课程 我们今年度这个课程开了三期 这一班我们是第三班 每一期老师三分内容都不太一样 不过如果大家想知道说之前上了什么的话 其实老师都有录影都有留下来 所以上这个课程真的很棒 各位可能是上两天的课程 可是大家得到的绝对不是只有12个小时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孙在阳孙老师 孙老师远从台北下来 他在阳明大学 那也很感谢老师 愿意说这么远的路途 下来帮我们都会上这样的课程 那为什么会请老师这么远下来呢 其实大家说 教了电脑老师这么多 为什么要特别请老师从台北 这么远下来帮大家上课 当然是有原因的 大家可以到Google上面去搜寻一下孙在阳老师 老师上了很多很棒的课程 而且老师都在很多的公家机关 还有像行政院啊 还有像国防部啊 很多的单位 都请老师来 来上这个office的课 那还有很多电脑相关的技巧的课程 所以大家上去抖尴尬 我好像是卖药 就是不用了就有感觉了 就是说一样的课程 可是老师教了 你会觉得原来就是这样操作 我回去我就会用了 那我想大家来上课 就是重点就是要学到 带回去上班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 这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们就不多说 老师请大家愿意掌声 欢迎孙老师 好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office 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这个主题呢 他当然是环绕在office里面的 握得一较PowerPoint的使用 当然就会包含 握得一些文书处理部分 还有像 Excel Excel的一些数字分析 那简报 像PowerPoint 有一点的一些口说的技巧 以及制作的技巧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前两期的授课内容 会比较偏重于是在整合 整合这一块 那我也留下了影片 所以我就会想说 这一期啊 我当然还是会先上一些整合的部分 但是我后面我想要来上的是 技术的分析 技巧的分析 有做了哪一些事情 可以让我们工作效率整个提升 尤其像 Word Excel PowerPoint的 可能有一些技能是你不太知道的 但是当你知道之后 你的工作效率会整个提升 所以你也可以 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Google一下 我在像 比如说YouTube影片 有介绍像 Word的工作效率提升 Excel的工作效率提升 一定会找到类似这样子的影片 好了 那 刚刚 呃 刚学老师也稍微帮我做了一下介绍 我就不花很多时间 这边有 呃 我的姓名 孙再阳 然后电子邮件 脸书的ID WeChat的ID 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交我 推你的好友都很方便 那重点是 我的课程呢 我会比较偏重是在实务的应用 我不希望你只要学会什么理论 我希望你是真的会操作 然后回去到工作上面来去做实际的应用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我都会有留办例跟讲义 办例跟讲义 当然 现在我就要请你们就是说 呃 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办例放在什么地方 讲义放在什么地方 如何把它下载下来 好 那我就开始实际的操作 等一下上课的时候 可能要麻烦你们就是 跟着我一起做 因为你抬头就可以看到我的操作 那我在操作的时候会放慢速度 而且我在操作的时候一定会讲 为什么点这个地方 或者是为什么这样子操作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你应该只要按照那个顺序 去一步一步去做 都会做了 那当然你回去的时候 你可以再复习 呃 两次三次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这个范例 讲义的下载位置 它是一个网址 对不对 它是一个网址 所以你要去下载 你要到这个地方 那就打开浏览器 我们现在浏览器 可能可以使用的是像Google的Chrome浏览器 好 那然后接下来在网址的地方 其实这个单字是不是GOOGLE 很像很像这个单字 然后它只要是短缓子 都是放GOO 然后点GL 斜线YTZ 然后注意 R 这一定要大写 X 然后T 这个T 也一定要大写 所以这点是要请你们特别特别注意的 好 那我的讲义的第一页 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网址 如果你有这个网址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我这五年吧 应该是五年 将近三千部的教学影片 然后还有每一个课程的范例讲义 我都放在这边 欢迎你们有空的时候 再安排时间来去做一个学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请你们先到这个地方 但是你要了解 因为我给你的是网址 所以你要先打开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如果说您今天要上网去下载办例跟讲义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打开 打开Chrome浏览器 那您的最下面这一列 有没有Chrome浏览器 有吗 有 如果没有 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 开始按钮 开始按钮来去做寻找 好 我们就第一件是点选 Chrome浏览器 接下来你要跟着我一起操作 那我提供办例讲义是一个网址 所以你们要在网址列这里面 点一下 然后去输入网址 网址就是在讲义第一页 讲义第一页 您可以照打 好 HTTPS 冒号 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X 大写的T 然后按一下Enter键 是不是就到我 我这个电脑教室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观看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今天的日期 因为我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尤其像一些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像网络的一些新闻的爬虫层次介绍 然后再去做大数据分析 还有简报 还有像例如就Power BI 然后像今天我们上课的OBIS 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反正就我主要的一个教授范围 就是包含了像微软公司 还有Adobe公司 还有像一些大数据分析 这一些软体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2019年10月23号 对 然后Office工作 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然后去这边看 这边等一下 就是说今天晚上 我就会把那个影片放上去 还有讲益 范例 成品 当然现在还没有成品 我们现在有讲益 如果您需要这个电子讲益 现在是纸本讲益 你现在手头上已经拿到了纸本讲益 其实未来可能就不会再发这个纸本讲益了 都是发电子讲益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范例 你不要点错了 你不要点到上面这个速度大数据分析的范例 你要点Office日常工作技巧这个范例下载 点到它之后呢 那这里面这每一个范例啊 我们都要下载下来 如何下载呢 其实游标 游标来去看 游标移到第一个档案的时候 游标移到第一个档案的时候 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所以您可以点一下这个往下的箭头 请你不要点这个箭头之外 不要点那个箭头之外 或者是没有箭头的地方 因为点没有箭头的地方 那就代表说没有做任何事 那如果你今天点这里 是要去看这个档案 或者 然后现在你必须要点一下这个箭头 往下的箭头 所以点一下这个往下的箭头 它就会开始进行这个档案的下载 好 这个是中华电线logo 所以是不是要点这个往下的箭头 当然 如果你想要把 你想要一口气把所有的档案 全部下载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也提供了全部下载 好 但是我想现在你们就每一个都把它点一下 请点一下它 就可以进行这个档案的下载 然后这个档案的左上角 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点一下 就进行这个档案下载 然后超市范例 点一下 还有图片 这边有一个WORD档案 点一下 这样七个档案是不是都 做完下载的动作 这个视窗我们做完了 做完了 是不是也进行完档案的下载 所以我今天我已经把范例 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如果日后你想要去学另外一个课程 是不是也会有范例 也会有讲义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范例的下载 讲义的下载 好了 做完这件事情 我们就直接关掉 因为做完了 做完了 我们就不需要留着这个视窗 所以我们右上角 右上角是不是有一个叉叉 我们就把它给关掉 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掉视窗会吗 右上角的叉叉 因为我大概只会看前面 第一排第二排的这几台一幕而已 好 来 请把那个视窗关掉了 因为做完了 我刚刚跟你们讲都是合逻辑的话 什么叫合逻辑 就是电脑的操作 它都是要符合逻辑 同意吧 好 那 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在哪里 对不对 下载下来的档案在哪里呢 好 下载下来的档案当然会在我们的 我就是电脑资料夹 你们的这个开始工作列 有没有资料夹 最下面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资料夹 你可能要稍微抬起头来看一下 我现在游标 我现在游标在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档案总管 就是以前你知道的资料夹 我们下载下来的档案 当然是会放在我们电脑里面的资料夹 所以点选这个资料夹 点选自己这个资料夹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麻烦请你去看 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下载 下载 这个下载就是 您刚刚是不是从网路上下载档案 当然我们现在要找档案 就去下载这里面找 好 没有问题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们要吃饭 当然要去餐厅 听得懂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尝试的问题 好 我刚是不是下载档案 那我就去我本极端的下载那边去找 刚刚下载的档案 所以他做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下载 下载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会看到自己刚刚下载的几个档案 可是有些人的下载里面好像垃圾桶 就是太多太多档案了 所以请你们稍微找一下 稍微找一下 我刻意是把那个下载里面的资料是清掉的 然后你看这几个是不是我刚刚下载的档案 所以建议各位最好是把这几个档案 选取到之后剪走 剪下来 千万不要放在桌面上 千万不要放在桌面上 就要剪下来 贴到哪里去 贴到第一次跌机 找找自己本极端的低跌 然后建立一个资料夹 叫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就是今天上课的内容 然后再贴上 好不好 就是我不太喜欢放到桌面上 放到桌面上也是另外一个变相的垃圾桶 我现在我比较喜欢做法是放在第一次跌机底下 建立一个资料夹 那资料夹滑鼠右键 是不是就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了 然后再把刚刚那些档案放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 那我用的方法是剪下贴上 所以我先协助各位 来去完成到这边 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 例如说在交奖的过程会使用到什么范例 我就去自己的低跌底下 再去找日常工作使用技巧资料夹 然后在里面再去找相对应的范例档案 请问一下我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了一些相对应的范例 好 我现在我们还是要先介绍这个office工作使用技巧 既然是office工作使用技巧 所以你可能要开始很认真的听 因为我看到几位同学他说他以色调用不到 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比较偏重是在word的使用 所以我们要教office工作使用技巧 就变成我们要教两套以上的软体之间的互相关系 所以一下要在word里面操作 一下要跳到以色调里面操作 一下可能要再跳到powerpoint的里面去操作 有听懂 所以你不能说以色调不愁 所以word这边我操作完以色调就跟不上了 所以请你们要特别记住这个课程的重点 我会希望说你们要知道这边不是放的是word 也不是放以色调也不是放powerpoint的 放的是office 所以这个office它是包含word以下powerpoint的 所以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现在要教的第一个范例 第一个范例就是要请你们学会 要请你们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word里面的长文件 word里面的一些长文件标题啊 传送到简报 传送到powerpoint的去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请你们打开这个office40招 打开这个office40招 好 那就是怎么打开这个档案 快速点两下是不是就打开来了 有看到office40招吗 那点两下是不是就打开来了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这一件事情 他说受保护的检视 小心来自网际网路的档案可能有病毒 请问这句话看得懂吗 为什么来自于网际网路的档案 刚刚我这个档案office40招 请问是不是从网址那边下载下来的 是吗 所以他是网际网路来的档案可能会有病毒 他只是说可能 所以他在这边只是一个提醒 他只是一个资讯information 像我们去中华电信 门口一定会有一个询问台 你不要把他想成很紧张 因为一进去中华电信 那个服的一个门面 是不是就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服务台 就是类似这一件事情 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 可能会有病毒 好那你如果真的要去编辑他的话 他就会他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电脑 可是那你这时候你就要去想一想 这个档案是来自于我提供给你的 如果其来有致 那当然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档案是谁给你的 这个时候你就只要看看 就应该可以判断出来了 好这是我给你们这个office40招 这个范例 所以你现在当然可以相信这个档案 相信这个档案 然后你就可以点它 然后开始启用编辑 请点这个启用编辑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开始去使用它 好 否则原本我们只能观看到内容 观看到内容并不算真正的完成 就是档案的下转 因为你不要它的使用权 你就不要点那个使用编辑就好了 然后把它给删掉 这样不会危害到我们的电脑 那如果前提是 那个档案要是真的是有问题 你也不知道它是谁给你的 看到都是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就把它关掉嘛 把那个档案关掉 然后删除掉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因为都是乱码 你也看不懂 你当然就不用看它 好 请问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 我们这里面 这个文件 文件是不是会看到有 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是不是标题字 然后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这是不是也是标题字 这应该算标题二文字 那通常 这些字 假设 假设我今天 我是要去教 假设 假设我要去教 office40招 请问 这些 我如果要把它做成简报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些标题字 放到简报里面去 就好像你想象一下 假设你今天 你拿到一份 word的长文件 然后 然后呢 这个长文件里面 是不是假设要把它 形成简报 是不是要把标题字 放到简报里面去 对吧 好 所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它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今天 我要把这个放到简报里面 所以你以前做法是不是复制它 先选 然后复制 然后常用底下是不是复制 然后接下来打开 PowerPoint 你不用这一段你就不用跟着我做 然后打开空白简报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你就去做贴上 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又回来word 这里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又到简报里面 去做贴上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又到word里面 好 到第二个标题 哇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 这种人聚焦的技巧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又到简报里面去贴上 请问这样来来回回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是不是也可以做完这件事情 就是把word里面的那个标题 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里面去 对不对 可是你可能会有一个小小问题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标题一 很多个标题二 你要做多少次 你要做 你看这边总共有40个标题二 还有7个标题一 这样你要做47次复制 47次贴上 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而且你有没有可能会忘记 可能中间有一个有复制到 有一个没有复制到 有听懂 好 那我现在要教你 我现在要教你 怎么样可以最快速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好 好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那个 如何我们来上这门课 就希望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嘛 而不希望你一直停留在 就是传统的方法 复制贴上 好 你说我什么都不多 我可以加班来去做完 牺牲 何不想一想 节省一点时间 节省一点时间 多回家陪陪家人 不是更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怎么做这件事情 怎么做这件事情 好 就是快速的把这个标题字 标题字把它贴到哪里去 贴到简报里面 好 首先 首先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 功能 它叫做 传送到 传送到 好 好 首先我们叫出来这个功能 这个地方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 然后我希望等一下把这个功能放在这里 好 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 你点选档案 好 要跟着我一起做 这边要跟着我一起做 点选档案 因为它把它放在那个选项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 就是 已经隐藏的功能把它叫出来 好 所以点选什么 选项 选项 你看我的箭头 其实你操作就是看我的箭头 点选选项之后 那 这个 最上面这一列我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的意思就是说 它等一下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做完了 好 所以 我想要把那个功能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 那你看看你要把什么功能放到放到这里 这就是快速存取工具列 好 我们现在要把什么功能放到快速存取工具列呢 好 请你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由此选择命令 由此选择命令 里面 请找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在2003以前 它真的放在功能表里 现在 现在 2016版了 它就不放在功能表里面了 所以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有看到吗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 那个以色列里面可以玩游戏 Word里面也可以打电动 好 那个功能在什么地方 它当然不会放在功能表里 你就去找那个不在功能表区的功能 好 这个 一堆的功能在这里有看到吗 嗯 什么Microsoft ASIS的连结 然后Ease Outlook 这边就不会有Word Word 连结到Word 不是很奇怪 好 卷轴拉下来 拉到这边 这个卷轴拉下来 拉到差不多这个地方 这个移动 大概移动的左下角这边 那你会说 为什么 为什么拉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要找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我要找这个功能 就是你拉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你是不是就会看到一个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有看到吗 一定要看到 一定要看到 先平契合的去找 一定可以找到 好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 传送到 Powerpoint 然后接下来 请点新增 其实你的上一梯的学长 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好 点选新增 他说已经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像例如说 假设我先把它移除掉 你看我现在点 这个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新增 是不是就新增进去了 对不对 对已经有了 好 然后点一下什么 确定 就是这个功能 然后 你现在呢 你现在只要点一下他 来 我们现在点一下他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好 现在我就点他咯 剩下来你就不要再去想 什么固执贴上我 他就帮你 一口气帮你做完 你看 你看 他现在是不是都是电脑的工作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反正你只要点一下 你只要点那一下就好了 请不要点两下 也不要点三下 只要点一下 因为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的功能 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的功能 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的功能 只要点一下就好了 好 剩下你就等 你就等 你就等 他现在还没跑完 还没跑完 你看现在在执行中 好了 你看 终于跑完了 跑完之后 你去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了一个简报档 我先把这个最小话 好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 叫做成功简报关键篇 是不是10个标题2都放在这里 再接下来第二个 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是不是放在这里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首先 你觉不觉得这样工作效率会提升 有吗 为什么会提升 本来我是不是点复制贴上 我要做好多次 对不对 你可能会忘记做其中某几次 现在呢 我只按了一个按钮 我是不是就做完了 你还不如说把这段时间拿去倒一杯水 然后回来上个厕所 然后回来 他就做完了 所以我们这两天 我希望你学的是 类似这样子的使用技巧 了解吗 你当然可以用土方法 土法炼钢 可是有新的技术 为什么不用新的技术 好 这就是我接下来我要教你们的方法 好 这样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你 请问一下 我教的是不是都是Word跟PowerPoint的这两套软体之间的整合应用 这样理解 可是我又觉得说这些东西前面一期的学长他们都已经拼过了 而且我也留下影片了 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多去再复习一下或再拼 我想要再多介绍一点 就是说在Word里面有很多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例如说好了Word里面可能会做长文件 那长文件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那个表格我要增加标题的一个操作 那以上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张工作表 很多张工作表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你要会操作 所以我们今天要就是希望说多介绍一点 就是说一套软体这边工作效率提升的做法 或者是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 以校里面你要去找重复的资料 重复的资料 例如说好了 我整理出一个客户名单 结果里面发现 两个就是重复出现的相同姓名联络电话电子邮件 重复一直出现的还蛮多人的 你想象 你想象除了肉眼来去看排序一下 然后比哪里不一样 你是用电脑帮你直接做出来 然后标出来哪里不一样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不要再用靠自己的蛮力或者是牺牲家人的时间来加班 有很多方法来去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好了 那我们第一个范例就是快速的从word这边把word里面的标题字快速传送到powerpoint的做法介绍到这边没有问题哦 那既然说到简报这边我就必须要告诉你 简报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 请问一下哦 简报简报这套软体 powerpoint的这套软体 他应该应该要让那个没有学过美工或者是不是复兴美工或者师大美术系毕业的人也可以做出漂亮的简报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几个步骤我就做成一个比较专业的简报 可是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件事简报的内容它有724反折 24这个724就是24不要超过24个字 有听懂哦 不要超过24个字 好 请你现在跟着我一起做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简报这个简报复制一下 会不会复制 请点点这是第一页对不对 请点到第一页你先点第二页再点第一页然后复制 然后贴上你是不是就有两页一模一样的内容 我之所以会要有一模一样的内容我只是为了让你让你可以去比较 好请问复制贴上做完了吗 我们现在去看你现在是不是有两张投影片了 一模一模一样的投影片有两张吗 好请问一下当你在制作简报 你要知道简报基本观念就是说这个内容不要太多字 请问一下成功简报关键篇其中如何快速你好简报架构 你觉得最重要的字是什么架构对不对 好所以把这些形容词这个是那个疑问词开头 然后快速形容词你好是动词然后这些把它删掉 那请问你简报这边不就成功做简报的关键 那这边你在写简报不就有点多字一句 简报简报你们可能要知道它重点不是在把字描述得很清楚 因为你可以讲解给别人听 你重点是要把简报做得漂亮做得专业 好那所以来你要做哦 请把那个用不到的文字删掉 请问简报是不是删掉了 好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是不是重点只剩文字两个字了 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的技巧 是不是只剩下相片是重点 可以吗 不会专业美工也能在简报中修出好相片的技巧 请问重点是什么 请问重点是什么 是不是相片 对相片相片在这边已经出现过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好一份成功的简报 请问是不是要把相片给处理好 对吧 好 所以相片已经出现过就直接把它删掉 对啊 因为上面不是有相片了吗 你放两个相片跟放三个相片有什么差别 除了显示不专 简报制作不专业 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对吧 好 那在word那边真的不一样的概念哦 你要知道word 它的 它是只能给别人看 所以你要写得清楚 你要把主识 动词 寿词什么全部都写清清楚楚的 好 时间地点 或者是任何什么 全部都要写清楚 简报不是 简报你要说给别人听 你要展示简报的内容 然后说给别人听 你这个时候就是要靠三寸不滥指使来去讲解 好 不会专业 不会专业影片编辑也能在简报中制作酷影片的技巧 请问重点是什么 影片 没错 那这些就全部都删掉了 什么酷影片 如果你要放酷影片 也可以啦 酷是形容词 众多活动相片如何制作结案报告 重点是什么 结案报告 就是简报也可以做结案报告 如何在简报中安插小超 让简报不会忘记 忘掉内容的技巧 所以重点是不是小超 再来就是如何开什么全球国际简报会议 那请问你全球跟国际你要留哪一个 还是都删掉全球的国际的简报会议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只要留会议两个字 有听懂吗 好 如何把简报做成什么 CV教案 如何把简报制作成E-learning教材 这都是说如果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你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简报 对吧 好了 那请问一下 我说如何简短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得很美很专业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动手做一下 请问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应该没问题吧 你有没有感受到简报的简的重要性了 可是文字简化 文字简化你还要搭配你要做出专业的简报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功能 发属右键 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可以吗 然后这边 例如说我现在随便选选这一个 选这个箭头符号 你可以跟着我做也可以做跟我不一样的 因为里面是不是很多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建议直接把色彩变更一下 色彩变更一下 这个色彩你可能会觉得活泼了点 这个色彩的表现会觉得沉稳了点 对吧 我觉得中华电视你要给老板看 还是看稍微沉稳一点的色彩会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加个立体化 好 请问一下 从这一张变到这一张 你觉不觉得没花你多久时间 有没有做出简报的专业 简报的美 听得懂吗 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可是你要先把简报的精髓 你要先懂什么叫简报 而且主管看到他照样会 因为你把最重要的重点的字全部留着 他会摆 他会把这个简报说得很好 不用你留一大堆的字 他就可以把这个简报说得很好 因为那份文件是他做的 可以了解吗 那个文件 他应该 word的文件应该是他 至少不是他主笔也都是他认可内容 他才会交给你说 麻烦你帮我把这份word的文件做成简报 还要去找人报告 好 这样子的应用没问题吧 有没有觉得变美了变专业了 如果有 而且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技巧 你就必须要把它学会 可以 那我们就继续了 你应该比较出来 请问你喜欢看第一页的呈现方式 还是第二页的呈现方式 第二页嘛 而且你可以试着去报报看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这一页 假设你今天是主管 假设你要去教学教别人 如何做好简报 就是成功简报关键片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做出什么 把简报的架构给做好 然后把文字就更漂亮 或者是什么art这种文字 还有像生动活泼的相片 还有要把相片把它编修得很好 这些不都是他应该用口说的方式告诉别人吗 这样理解 好 简报内容应该是要这样呈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去看一下 看一下 刚介绍了一个就是说 那个 如何快速简单的把简报提升它的效率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想要跟各位来去分享一下 这个档案 因为我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就先把它给关掉 这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刚刚那个word是不是也讲完了 所以我先把档案关掉 因为我怕 我怕等一下你搞不清楚说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办例 好 我现在哦 我现在我想要请你们打开打开那个Excel这个功能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范例叫做超市范例 对了 我想先介绍一下 它有一个很棒的新功能 我们透过开心档案的方式开启我的来去跟各位讲解 点选开始 我们打开word 各位知道word的开启是不是W 所以你就要A 然后按照这个顺序来去找A B C 然后找到W 找到W 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个word2016 这样打开word2016 好 我想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件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word word word这套软体 它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范本 有非常多的范本 举例来说 假如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履历表好了 履历表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履历表 直接在上面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输入履历表 然后点搜寻 它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表格已经都设计好了 好 例如说好了 假如说我喜欢我喜欢这一种这种创意的履历表 创意的履历表 我是不是就可以点它 然后再点建立 因为我们这边 这边已经把这边有一些的功能 就是可能锁起来 那我不能下载这个MOO 那我就去换这一个好了 换这一个 然后蓝色球体履历表建立 应该是我们这边锁起来了 锁起来下载 它不让你任意的去下载 可是你回家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用你的自己的电脑跑跑看 是可以下载的 好 我先回首页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欢迎使用Word 欢迎使用Word建立 一样不能下载 所以代表说应该是我们这边 我不能下载 你们应该不能下载吧 好 那我们这边锁起来下载的功能 但是我要告诉你 Word也好 Esser Powerpoint 还有非常多非常棒的范本 提供给你参考 这点一定要请你知道 好 在接下来 我现在呢 我要等于说关掉 关掉这一号 Word的这套软体 我现在要直接交 直接告诉你 它有很棒很棒的新功能 例如说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快速点点一下 可以吗 请把超市范例打开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Esser 在这个Esser里面 这个Esser里面 我想跟你们先分享 先分享的一个 就是说新功能 先不介绍Word 我先介绍Esser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说这里面 这个功能 我觉得实在太棒了 好 请问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订单ID 订单ID里面 是不是有US 是不是有2015 是不是有1357144 它其实是三个资讯 组合起来 变成订单ID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我想知道说 这个订单ID 它是发生在哪一年 哪一年 我是不是要取这个2015出来 所以我们一起来动手做一下 我想想怎么取 怎么取出来这件事 滑鼠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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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订单ID 右边 麻烦请 插入 滑鼠右键点这个C 然后点选插入 好了吗 然后我是不是要取出订单ID的这个年 也就是2015 那我就直接按enter就好了 有看到吗 请你就直接输入2015 你不可以输入2016或2014 因为这里面我要取出来这个字 所以你就直接输入2015 请问一下 这一格你要怎么取 你是不是也写2015 对不对 这一个你怎么取 是不是也写2015 这一个2015 对吧 这一个是不是2014 你是不是可以用肉眼的方式 一格一格这样取 很麻烦 对吧 你有1万格 你是不是要做1万次 有听懂 但是 但是 你要是会写韩式的话 你会怎么写 用MID 对吧 对 要有回应 对 好 假设你不会写 不会写怎么办 跟谁学 跟老师学 写信问老师说 老师我现在我想要取出这个字 算中的什么字 对吧 那老师就会教你了 可是 可是这些都太慢了 我教你一招 你就直接把它给完成了 你也不要管什么韩式了 它已经变成内建功能了 在这里 来 游标放在C2 这个 好吗 游标放到C2 常用 来常用功能点一下 填满 有看到填满吗 填满 你觉得哪一个功能 你觉得哪一个功能 快速填入 奇怪了 奇怪了 我游标放在这边 你怎么会讲向下填满 我游标放在这边 晃来晃去 请保持我们的默契 好吗 当我问你问题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答案的 好 就是怕你不理我而已 OK 点选 快速填入 做完了 而且它连标题都告诉你了 帅不帅 帅 有听懂我们 我们这两天课程是要教你 就是快速方便简单 你要拿这套软体来做什么事 有听懂我的意思 你不要再用那个 涂满练钢的方法 什么学韩式 都不用了 它已经把常用 就是说你可能会询问到的问题 干脆就直接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提供给你 现在的操作都已经 把它变得很简单 你可以快速 然后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有觉得工作效率提高吗 你反而用肉眼 你不会写韩式 你就要用肉眼 一个一个看 你会看错 你会打错 对吧 现在不用看 现在只要看一笔 只要看一笔 好 所以我再做一次 把那个订单编号叫出来 滑鼠右键点这个D 这个D 蓝 点这个D蓝 然后点选插入 然后输入什么 1357144 一定要输入正确 你不要输入140 然后说不能相加填入 当然不能相加填入 好 Enter 有没有输入 油标放回来 这个D2这一格 然后点常用 填满 快速填入 是不是把所有的那个订单编号都放进来了 像这个应该叫做订单年 订单年 订单发生在哪一年 以前我们要用MID 韩式来写 现在不用了 这个ID呢 我们用Write 来去写 好 所以这个应该叫做订单的 Number ID Number 对吧 订单ID的编号 编号 Number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请问 请问我这样子提升工作效率很多吧 我要关掉这个范例了 因为 因为我觉得说 先让你们知道说 我们就是要学这些工作效率提升 然后一招一招 把这些在Word的里面 在椅子上里面 在Toppoint里面的那个功能 把它学习一下 你才会比较了解 这门课程的价值 请你不要真的回去 告诉你的主管说 我就去学Word 然后你的主管 一定会问你说 Word还要学啊 你天天都在用的东西 你还要学 请你不要这样子讲 听得懂啊 不然你就把那个 这两天 这两天 可能别人就会说 就是把你骂到臭头 Word 天天都在用的 何必学它 错了 有很多里面提高工作效率的事情 你不知道 是不是就只能用土法炼钢 所以你应该怎么讲 我去学 如何在Office里面 不是只有Word 提升工作效率的使用技巧 使用技术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时候主管会认为你是浪费时间去学习吗 就不会了 有听懂吗 好 你要告诉他 因为我不希望告诉你的就是那个你本来就会的那个Word有什么好学的 可是我们现在教你的东西 这些工作效率提升 真的很有价值 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好 因为他新功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学什么新的功能 还有提高工作效率的技巧 所以当然就要来学啦 对不对 因为Word可能你的主管停留在以前Word2003 Word2007 现在都已经2016了 再不来学新功能 是不是有点就跟不上时代了 好 这是我只是要请你们了解 不然真的你的主管会认为说你在浪费很多时间其实不是浪费 好 请把这个范例关掉 请把这个范例关掉 我就接下来要讲第二个 就是讲义第一页 讲义第一页下面这个手写笔 请打开Office40招 好 例如说我现在将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将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就落在空白的地方就好了啦 我只是要在这里插入一个公式 假设你今天你在做一些研究 你可能你的Word文件里面会放公式 放公式以前我们的放法跟现在的方法不太一样 我现在要告诉你 他会人工智慧帮你去比对帮你去猜 你要放的是什么数学符号 决定来说 决定来说 请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把那个公式叫出来 对吧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公式叫出来 在第三页这边我要告诉你 放在插入 插入 您知道第三页是你的讲义的第二页知道吗 第三页 因为我的编号他把两张投影片做成一页 列印成一页 好 第三页投影片有看到吗 这边我是不是告诉你了 插入 然后方程式在最右边 方程式在最右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笔记方程式 有看到吗 我都帮你写好字了 我只是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加这个新功能 就是这个功能它是要做到人工智慧 所以点选笔记方程式 会找到功能我都已经告诉你在哪里了 然后接下来在此书写数学公式 各位例如说我现在提供给你一个数学公式 数学公式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写一个 Sigma Sigma Sigma怎么写 这样子 拖曳 拖曳 Sigma就是加总的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它自动就会产生一个Sigma 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写变数 定义变数 假设我有一个变数是X 等于从1开始到N 变数都是小写啦 小写它的符号就是就是这样子小写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把那个主要的方程式写在这边 例如说A1的X次方 可以吗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写好了 他都在猜你会写的符号是什么 可以吗 然后再加 再加一个N 这个N就是常数了 然后刮骨 好 那你就会说完了 刚刚是不是写错了 没关系 他这边有选取和修正 都不是 都不是 那我们就擦掉了 然后再重新写 可以吗 练习一下 好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 你能不能感受到 你写不是那么公整 但是 但是 他已经帮你自动辨识 你是不是就不用像以前 好 我先把它插入 以前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做 以前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插入 插入里面是不是要找方程式 方程式里面 我们是不是用用什么 插入新方程式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在这边去找类似的结构 你是不是要先找结构 对吧 这一段实际很不想教 那这一段 这一段通常我是要交给助理 因为 例如说老师他在写数学方程式 他一定是写出来 对不对 那助理他看不懂符号 他就老师 你能不能教我一下 你这写到的是什么符号 他告诉你拉法页的符号 天哪 什么叫拉法页 你在这边找到什么拉法页 那你可以画画看 是不是他就出来那个符号了 你听懂 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画他猜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他这边 有没有告诉 告诉我 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他现在已经慢慢的 不希望你在上面去找功能了 所以我下一件事情 就要猜你喜欢 就是要教你 要教你这个软体 他已经变成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 这边最大的重点是 猜你喜欢 猜你画出来的图 请问一下 是不是大家画出来的 都跟我现在画出来的一样 可是你知道这中间 每一个人经由你的画画的 不是很练转的那种操作方式 是不是一样可以画出相同的结果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就好像说 现在那个语音辨识 你用Siri 你多训练他几次 他就知道说你讲的是什么了 甚至你随便讲 讲蔡英文 他可能就开始播去你的通讯录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人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 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